前几天我们听了笔才 今天我们开始听盛桑 说到盛桑 他有不少名曲 像动物狂欢节 骷髅之舞 这些标题非常富有想象力 音乐本身也是色彩分尘 唯妙唯肖的 可是我一想到盛桑 最先浮现在耳边的 却是他的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这是一首非常朴素感人的乐曲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些乐评人 对盛桑的评价 说他的钢琴演奏不被看好 很多评论家和同行 都觉得他技巧灵活流畅 能弹得很快 但音色不好听 干巴巴的 大师阿劳就曾经回忆他弹琴 说盛桑洒脱自信 手指非常有力 能够弹出最均匀的音阶 但是风格是冷若冰霜的 这些评论听起来 让我觉得盛桑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 前面我们讲到盛桑是音乐史上 几乎唯一的全才 是音乐家之外 还是学者 是理科的天才 几乎什么都懂 我想他也许是一位头脑发达 但差点感觉的人 或许呢 对音乐中的一些基本元素 不是很敏感 一般呢 我们发现那些业余音乐家 主要写色彩性强的 具有画面感的音乐 比如俄罗斯乐派的音乐家们 他们写中亚西亚草原上 写图画展览会 都是描绘性的 在其中 他们以动听的 富有表现力的主题旋律胜出 但他们呢 可能写不了 像贝多芬·博拉姆斯那样 逻辑严密的 具有多种表现 与暗示潜力的音乐动机的发展 正是这首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让我对盛桑完全改变了看法 这首协奏曲是我听过的 最感人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 仅次于埃尔加和德沃夏克的 大提琴协奏曲 相比之下 盛桑的大提琴协奏曲 质朴而深情 总是让我想起 法兰绒格子衬衣 和粗布蕾丝桌布 组成的家居生活 那里面有一种相濡以沫 无需言语表白的感情 我们来听一下 顺便看看 为什么这首大提琴协奏曲 可以感人至深 一开始我们听见 乐队拳奏的一记响亮的和弦 之后引出其中的第一主题 是一个不断下行的句子 里面用了不少三联音 给予它即兴自由的性格 这个句子在独奏大提琴 木管乐器和弦乐中衔接 让一种浪漫的情绪 不断流泻到了乐队里面 从一开始就塑造了 敏锐而流畅的风格 这个时候我们听见 大提琴的发音 也是温和而灵巧的 之后大提琴 奏出了第二主题 第二主题把节奏放慢 比较抒情优美 与第一主题的 灵活三联音节奏 构成对比 之后两个主题进行展开 大提琴演奏出 炫技型的活泼音型 但给人的感觉 始终是朴素的激情 听到后面 我发现盛桑一定是 非常懂得大提琴的 他的天鹅 也是一首大提琴独奏 这首协奏曲 最高明的地方 或许在于 他知道如何让大提琴歌唱 歌唱的酣唱而有力 他选的音区大多是大提琴最能出效果的音区 比如说中低音区域 这是大提琴最好的音色 可演奏出深沉的琴意 也是大提琴家最方便发挥的部分 在这一段发展中 我们听见了比主题旋律更优美的曲调 我觉得这也是这首协奏曲的一大特色 或许这就像盛桑的个性吧 在音乐的旋转中 他逐渐地敞开心扉 唱出他那一颗无限沉醉的心 这里的展开和发展都比较短促 为后面的音乐继续力量 我总是在想 如何解释音乐更加合理 把音乐描绘成内心情感的流动 或许是比较好的 但很多时候音乐中的情感并不确定 它是痛苦还是犹豫 是喜悦还是迷惘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明确 你听见的往往是你自己的情绪 因此我想把音乐的发展 解释为一种力的运动 更靠谱一些 因为音乐的推进需要力量 这是符合地球上的物理运动原理的 在音乐中 不协和的音响和某些弱起拍 休止符带来了力量的运机 音乐的上行 节奏的加速 也是在积累力量 在积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它会以大乐队的拳奏 巨大的音响带来力量的释放 让你听来酣畅淋漓 在这首写奏曲后面的展开中 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力量的松弛 这里有个轻松一刻 稍息 为后面的展开 做准备 接下来就来了一首古风小步舞曲 法国音乐家都喜欢小步舞曲 像拉维尔·德彪西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法兰西的传统吧 路易十四喜欢舞蹈 法国的歌剧里面 也喜欢来一段精美的芭蕾 这首小步舞曲是轻松挥鞋的 大提琴在此之上 走出轻柔而悠长的曲线 后面呢 我们听见了这首协奏曲里面 最让人心最神迷的曲调 这段最美的音乐 是在乐曲的三分之二处出现的 它不像舒伯特门的耳松 一开始就展示最美曲调 一般浪漫派的音乐 都如此 借此吸引大家听下去 而盛桑或许是基于音乐结构的考虑 他在接近黄金分割点的地方 才开始写出他最美最善感的旋律 因为有之前的第一主题 那个下行音调作为基调 这里的曲调呢 自然的融入了感伤 但很快就抑制住了 此时展示的大提琴技巧 也变得越来越辉煌 用结构复杂的节奏 用分解和弦 还有极速进行的音形 促进了音乐力量的迅速积累 在极速展开与上面这一 挨美的旋律的交替发展中 音乐逐渐变得愉悦起来 大提琴与乐队相互呼应静奏 直到以激愤的情绪到达曲中 我们听完就会发现 这首协奏曲跟其他协奏曲不太一样 它只有一个乐章 而其他协奏曲大多是三个乐章 盛桑这首我想应该被称为单乐章协奏曲 当然其中也有按照乐章思维发展的特征 比如说一开始的奏鸣曲形式 有两个主题 但把展开和再线缩短了 中间呢 来了一个类似斜血曲的小步舞曲段落 最后出现的鲜明主题 也有第三乐章的意思 整首协奏曲风格灵巧优美 我个人觉得它唯一的问题 大概是音乐的发展不算很有技巧 但是呢 整体听起来朴素迷人 有一种法国式的轻松美妙 或许它最可贵之处 是它既不浮华 也没有学究气 大提琴协奏曲本来就不多 盛桑的大提琴协奏曲 如今已经成为 大提琴演奏艺术中的宝贵文献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单乐章的 大提琴协奏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